各位弟兄姐妹晚上平安 我们继续来学习基督教要义经讲系列课程 那今天我们进入到158课 关于圣经中永恒预定的教理的第三讲 预知预定论的批判 第三卷第二十二章一节到六节 前面我们谈到了概论性的谈到了预定论 然后谈到了很多有关这样的讲解 然而面临圣经当中所教导的预定论 严格来说不是预定论 圣经当中所教导的预定的教理 有人提出很多人提出质疑 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从二十二章里面 在二十二章里面 加入牧师就开始针对这些提出质疑 或者是反对的立场提出这样的批判 我们前面正面的讲到了预定的定义 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然后现在从反面的去批判仇敌 或者反对圣经当中所教导的 预定教理的人的观点的同时 越辨越明使我们更加深刻的理解 知道预定教理到底是怎么回事 预定教理的重要性 圣经里面所教导的预定教理到底是什么 这就是我们所信 也是圣经所教导的 也是我们信仰的基础 那么特别是神对信徒白白的拣选 很多提出质疑 那在这里面提出了质疑的 大概加入牧师提出了两类人 有两类对圣经预定教理质疑的这样的人 第一类他们主张神的预定乃是根据预知来拣选人或者是一气人 他们一般幻想 注意加罗牧师讲 在他的作品里面其实常常用一些犀利的话去责备 去斥责那些抵挡圣经当中正统信仰教导的这些人 所以这里面特别用了一个词 他们的幻想 这样的幻想 为什么幻想 人自己编出来的 人自己认为的 人自己想出来的 不是圣经教导的 当他们拒绝圣经当中教导的真理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是在用自己的幻想 自己想象的 发明的教理 自己认为可以理解的基督教 来抵挡圣经的基督教 其实基督教的真理除了上帝的灵接着他的话 重生人 更新人 让人与上帝好 最多赦免与神联合 在这个成圣的过程当中 保罗告诉我们 我们的心意要不断的更新变化 而这个更新变化的媒介 就是借着圣灵 借着神的道 圣灵借着神的道来更新他的百姓 使他们在恩典和知识里面 渐渐的成长和更新 而这个更新的对象 其实就是包括我们虚妄的想法 一些不属圣经的 一些属肉体的 或者世俗的 世俗小学的一些潮流的观念 所以基督教的信仰某种程度 就是在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的这个征战 那精神世界一方面是跟具体的罪的行动 另一方面是跟具体的罪的一些潮流的思想和价值 用基督教的世界观 圣经里所教导的思想去抵挡 拒绝我们里面的那些恶念 那些幻想 世界的思想 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改变 但是我们宣扬真理 是透过每一个改变的个体 他们形成一个新的共同体 新的一个潮流 新的一个群体 这样来影响别人的 那我们过去历史当中的基督教 从来没有什么因着我们的教理 我们如何如何 当然也包括我们传福音也是一种宣教 另一方面我们建立基督教的学校 去教导基督教真理 但是基础是每个个体被真理改变 按照这个真理去生活 这就是上帝所要求的生活 上帝不要求我们做什么分工伟业 那只不过是上帝透过那些顺从他的人 成就的事情而已 或者是利用那些恶人 成就他自己永恒当中的旨意而已 那做事永远是在我们做人之后 我们先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们先成为听从顺命的神的儿女 神的儿女作为对父亲的敬畏和爱 去明白父亲的心意 甘心乐意去的 遵着父亲的吩咐去做事 他的前提是他要先成为儿女 那些藐视神的话 却热心在神的面前 想要借着他们的功德 他们的所谓的双引号的善行 去取悦神 就是幻想 自己制造偶像 自己编造的基督教 所以今天呢 基督教很重要的一个危机 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重新回到话语面前 好像是老生常谈 但是这是最基本的 最根本的 基督教不是重新发明什么新的东西 基督教是总是回到古旧的福音 上帝所通过旧约新约所启示的真道 不断的发现 或者说是重新回到这个原初的神 一次交付圣徒的这个真道 在每一个时代 每一次复兴都是重新回归神的话 他们不是新发明了一个新型的基督教 他们是回到原本已经赐下的那个真理 你仔细看基督教的这个复兴的历史 每一个时代复兴现象有很多 但是有共同的根本的本质 就是他们回转归向上帝 这个归向上帝不是我感情上的表现而已 那是现象 那不是本质 本质是当他们发现了神的心意的时候 他们自己丑陋背叛的行为被显露出来 他们就懊悔为此转离 回心 重新回转归回神的道 所以旧约圣经里面翻译 求你复兴我们的意思 就是使我们回转的意思 重新回到原来的位置 不是发明个新的位置去到达那 今天很多被撒旦迷惑的教会 和圣徒甚至传道人 他们总花尽心思去创新 却忽略了已经赐给教会的圣道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些人他们幻想 为什么 他们在圣经之外 用自己的观念取代圣人 所以他们不能理解 无法接受圣经里面所教导的 这个预定的教理 所以这里面注意这个幻想 这个词不是随便用的 为什么说他们幻想 这有根有去的 不是这个加入牧师喜欢骂人 就是张嘴来 就是毫无根据的骂 因为他们这种对圣经教理的质疑 本身是前提 他们已经拥有了自己的观念 今天很多教会里面 所谓的聪明人来到教会里面 总说教会应该酿 教会应该酿 牧师应该酿 这都是聪明人 教会来到教会先学习 先做学生 不是做老师 指手画脚的告诉教会应该怎么做 教会是由上帝的旨意来引导的 不是由那些世上的聪明的头脑来引导的 当然教会既然作为在地上的群体 那有些通用的一般的原理 比如说上帝在一般恩宠的领域里面的一些常识 比如什么财务的管理 虽然教会里面有一些特殊的原理 什么信心的原理等等 世俗的原理是一般以利为中心 教会里面的原理是功能或者目的价值的原理 这个是功是神的旨意 有价值那我们就做 那世俗原理是要考虑什么 这个预算的问题 包括这个回报的问题等等 所以等等 那这个背后有很多差异 但基本上教会一方面听从这个世界 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或者是历史一般恩宠里面的声音 同时教会要追随上帝特殊启示在圣经里面 刺下的这个显明的旨意 所以这两个不冲突 但是与之所有这两个真理相悖的那些思想 我们需要不断的去被真理更新 那今天教会里面 我们这些弟兄姊妹来到教会里要做什么 可能有的人寻求爱 他渴望得到爱 固然重要 但是教会给这些蒙昭来的人 最大的提供就是神的道 离开神的道 教会就不可能是真正的教会 所以一个人真正得救 也是因为听信上帝的真理 那真理里面有应许的福音 所以神的道建立他 使他产生信息 他相信神的话 这样的话 他才能领受上帝所应许的祝福 离开神的道 教会顶多是挂着基督教牌子的 一个社会群体而已 因为他不是属神的 一帮不信神的道的人 不追随神的道 不可目神的道 不追求神的道 不按着神的道去生活的人 这样的人聚在一起 他也不可能成为教会 即便是他有一个看似牧师的人 即便有一帮看似礼拜神的人 但是他们离开神的话 不接受神的话 他们永远不可能成为真教会 顶多是形式上是个教会 是个假教会 所以很重要的 大家来到教会听什么 信什么 一定要抓住本质 不要被教会 美国式的 韩国式的 中国式的 各地什么式的 菲律宾式的 新加坡式的 形态上 外表上有很多细微的差异 天主教的 东正教的 什么圣洁教派的 长老派的 等等 景星会的 灵派的 各种教会 外在的形态 形式有很多 多样化 你就盲目的 以为追随这个 追随那个 那就没有抓住本质 本质是神的道 本质是神的道 亚伯拉罕时代 出埃及后 会幕建造 制度化 形成之前的 那个时代 那里面没有 今天的教堂 没有今天的这个形式 但是有上帝 生命的应许 那些追随上帝的话 以神的话语 去侍奉上帝的人 他们就是真教会 所以抛弃幻想 这些人以自己的幻想 去拒绝神的道 他们认为 上帝按照 预见 个人的功劳 来区别他们 区分对待他们 对于那些 预先知道 配得恩典 什么叫配得恩典 他们有功劳 就收咬他们 然后对于那些 知道他们将倾向于 邪恶的 邪恶的人 那就判定他们灭亡 听懂什么意思了吧 上帝预定 拣选一个人也好 遗弃一个人也好 是根据他预先知道 预见到那个人 将来的形态 将来他会信 然后我就拣选他 将来他会行恶 不信 福音 所以我就遗弃他 上一周 我已经谈到这个问题了 实际上这种情况 出现了什么问题呢 这样我们牧师就对他 做出简单的批判 这样的话 就将预知像帕子一样插入 不仅遮盖了拣选 原本圣经当中教导的 拣选的概念 被他们虚构出来的 预知的概念给掩盖了 而且借望地赋予拣选 另一个源头 什么意思 他们亵渎的 骄傲地给拣选 创造 发明了另一个源头 什么样的源头呢 是人自己的决定 这个人行善了 这个人信了 上帝就根据他的信 他的信在前 上帝就被动地拣选他 然后那个人就不信 刚硬 行恶 然后根据他的刚硬不信 上帝被动地作为回应 反应 然后拒绝他 所以严格来说 这就不是圣经里面的拣选 这种拣选也毫无意义 这种拣选也没有能力 另外 这也不仅仅是一般俗人 所接受的见解 这一般普通人 接受的见解 一般普通人都会这么认为 绝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 就像阿米联主义一样 绝大部分人 天生就是这样的倾向 符合我们的逻辑 符合我们的观点 因为在各个时代当中 都有这样的现象 而且还有一些比较伟大的人物 受过教育的人物 名人 他们也支持这种观点 八节里面会谈 下一周我们会谈 那加尔武默士说 我承认这一点 就承认有很多人支持这个观点 甚至一些有名望的人 但是他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免得有人以为 用他们这些名人的名义 就来反驳我们 照着圣经主张的教理 然后被那些 以一些有名人的理论 作为论据来反对 主张圣经的教理 这是不可以的 那这里面 加尔武默士说 神的真理极其确定 而不可动摇的 不被撼动的 极其明显 而不能为人的权威所推翻 再一次提到了 宗教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唯独圣经 圣经是我们信仰生活的最高权威 再有名望的人 再有权威的人 无论是教内教外的人 一旦他的主张不符合圣经 我们就不能因为他的权威 而藐视圣经的话 这一点很重要 加尔武默士也是常常引用 奥古斯丁的话 但是奥古斯丁有一些 不适切的言论或者交道的时候 他也会谦卑的做出指正 这方面他表达 他与奥古斯丁的观点不能认同 他不会轻蔑奥古斯丁 但是他却适当的去指出 奥古斯丁的一些思想的 漏洞和错误的方面 所以这就是一个基督徒也好 传道人也好 应该有的态度 我们谦卑的去服侍众人 我们对待很多人都抱持尊敬的态度 但是不会因为名望 他所讲的错 我们就理所当然的认为 那就是权威 权威是在终极权威 在神的话语那里 凡与神的话冲突的抱歉 在这个方面我们不能够和 所以这里面谈到了什么呢 这种观念是普通老百姓容易接受的 而且还是有一部分 很多有名望的人的支持 但是加入牧师说 不是按照数量 绝大部分人认为对 然后我们就阿门就对 绝大部分人也可能会错 所以在教会里某种程度 那些被圣灵管制明白真理的人 某种程度可以实行民主 为什么 因为神的灵和神的道菜 他们里面掌权的话 他们的数量可能代表一种大公性 或者说代表一种真理 我们个人的见解可能 圣徒的相通嘛 可能会错 所以会众的投票 某种程度可能代表神的质疑 他在自己牧养的教会里被迫辞职 这种情况也有 好多 加尔文牧师也曾被日内瓦教会给拒绝 赶出驱逐了 很多 那古代的那些以色列百姓 不都是神的选民吗 当然你说他们不信 很多顽梗悖逆 他们也拒绝先知的教导 所以真理不在绝大多数人手里 注意我讲这个话 不要让我们狂妄到任意宛为 众人以为美得要留心去做 一般恩从里面 别人的建议我们要留意 但是一定要注意 关乎到圣经里面很多的重要的真理 不掌握在绝大多数人的手里 当然这个我们也不是主张什么教皇主义 教权主义 好像这个教会的某种奥秘 只在什么教皇的手里 不是那个意思 圣经里面 谁亲近圣经 谁理解认识圣经 谁忠于圣经 他就代表圣经的权威 所以有的时候 真理不能由数量来决定 那全教会都腐败多落 不爱神不敬畏神 抵挡神的话 传道人忠心去教导的话 他们不接受 不意味传道人的问题 是意味着整个会众都有问题 那你说一个人有问题 两个人都有问题吗 这个事情不好说 现实当中绝大部分人犯错的这样的事情比比皆是 所以这个要注意 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无论是大多数的这种普通老百姓 还是个别的有知识的 有学识的名人 他们也在这个教理上 与圣经的教导背道相斥 因此 加尔文在这主张 圣经的教导 然后第二类人呢 说到他们以放纵不诚实 去攻击神拣选和一切的教理 为什么呢 他们说 这些人呢 他既不明白圣经 也没有任何资格 就是普通老百姓嘛 他们不懂圣经 也没受过什么特别的训练 因此他们在教会内部 也不是牧师 也不是什么长老 也不是主教之类的 就普通老百姓嘛 却无法忍受 以那种让人难以忍受的放纵和不诚实 去攻击这个纯权无瑕疵的教义 就教会里面就有这样的 无知又没有什么资质的人 然后去攻击这个真理 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 热心加上无知 就是摧毁教会最恐怖的 这个撒旦最喜欢用的 在教会内部穿插的最危险的 破坏教会的这样的方法 一个是异端 在教会里兴起这样的异端 那异端从某种程度也是无知 但是历史上很多异端 都是很懂圣经的 都是很有学识的 不是那种随胡周八掠 那种张嘴乱讲话的人 但是他们在关键很核心的教理上是出错误了 但绝大部分的情况是那些摧毁破坏教会的事 基本上根本什么不懂的 不懂圣经 懂几个经文 然后其实不懂圣经的意思 我昨天在神学校上课的时候 也跟他们谈到了 我说最恐怖的就是 那种好像很熟悉圣经 却不懂圣经的人 被经文拱瓜烂熟的 约翰飞三章十六节 什么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什么什么 被经文都厉害 经文好像很熟 奇怪的是他不懂圣经 他熟悉经文的位置 经文的字句 但是圣经里面教导的 那个真正的意思不懂 在上课给他们上课的时候 他们只是普通的 一般教会的这样的圣徒和传道人 那他们在提出问题的时候 很多的时候读一本书的时候 总问一句话 总问一句话 其实那个文章前后文 稍微一读就知道那句话的意思 他就注注那个单词 他不理解那个单词什么意思 我说你再往前读一读 再往后读一读 这个话你不能拿用一个词汇去理解 对不对 人讲话都不会崩词 果汁 葡萄酒 凯特拉克 你能听懂我在讲什么吗 因为他不成文章嘛 不成句子嘛 不成话嘛 一个人讲一句话 他总有他的逻辑 即便他的逻辑再烂 他也有逻辑的 是吧 有主语 有谓语 有谚语 有这个什么序言 有本论 有结论嘛 要讲个话 他总要让对方明白嘛 再怎么样 他也有他的逻辑 用他的逻辑禅 但是人们总看一句话的时候 注重一个词 然后一句话 把这句话 从这个整个讲话的 这个前后文里面 抠出来 那这种读书的毛病 其实就是很多 绝大部分中国基督徒 读圣经的习惯 这是绝大多处 中国人看待问题的方法 读一本书 读圣经 看事情都相通的 看这个事情 他不看这个事情的前前后后 在什么样的背景下 这个人讲这个话 在什么样背景下 这个人这么处理 在什么背景下 这个人这个反应 这个态度 如果你管看着一个人发脾气 你根本不知道 他在看见一些不公义的事情 他为不公义的直发脾气 然后你就说这个人发脾气 这个性格不好 人品有问题 然后你看见这个人温柔 哇 你说这个人品德真好 真善良 真温柔 但是他看见人家被强奸 在那吸皮笑脸的漠视 然后还微笑 那你就发现这个人很恐怖了 对不对 所以根本不看处境就去判断 这是我们这种思维里面 没有被很好训练的结果 可能是应试教育的结果 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面什么意思 这些人他攻击这个教育 不明白圣经没有什么资质 然后就攻击这个教育 他们就不喜欢嘛 理解不了嘛 因为神唯独出于他自己的美意 拣选了某些人 遗弃了另一些人 他们就向他提出抗议 上帝为什么拣选这些人 抛弃那些人 上帝怎么能预定人下地狱呢 不公平 这种思想不是在我们骨子里面 都埋藏了很久了吗 不敢置身 圣经里说不可抱怨神埋怨神 那你不敢置身 但是鼓鼓啾啾的 你在心里面总是嘀咕 想不通 去定 不敢公开去质疑神 但是又不敢 又想不通 为什么这样 然后心里面总是去批评 论断上帝 上帝为什么让这样的人 下地狱 拣选这些人 不拣选那些人 是不公平 上帝为什么让这人下地狱 他们想信都没法信 因为上帝预定 他们下地狱 就用我们这些思想 去抗拒 抵抗 圣经里面明确教导 我们的上帝 这个预定的教理 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 对他们做出凭借 但是如果这是确定的事实 那么我们岂不是与上帝 降嘴吗 争论吗 圣经里面明确教导的事实 为什么我们不接受呢 所以信心是接受 信心是阿门 不合理 但我相信 为什么 圣灵在我的心里面 使我降服在神话语的权威之下 即便神的话语 什么同尊女怀孕 死里复活 这种超自然 超乎我们理性能理解的 但是我能够相信 这不是愚昧盲信 而是因为圣灵的做工 反过来那些不信 有两种 一种是信心 在真理上理解的过程当中 可能有障碍 另一部分是 他里面没有信心 他压根就不信神的话 他抵挡拒绝神的话 那么他们与神降嘴 能得到什么样的益处呢 我们所教导的 注意这里面表述 加尔牧师说到 我们所教导的 这个预定的教理呢 乃是被经验 证实了的真理 大家可能 没有概念的人 读了这句话 其实没有什么味道 实际上 他在说明两个事实 第一个事实 这是圣经教导的真理 这是真理 神的话语的权威 第二 实际的经验当中 也可以证实这个真理 所以加尔牧师是说到 不仅圣经教导 经验也告诉我们这个事实 也就是说 神总是自由地将恩典赐给他 愿意赏赐的人 神乐意赐福给谁 就赐福给谁 自由的 没有任何限制的 这是上帝主权的 自由的恩典 一切照着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那就因为这个自由 很多人都理解不了 为什么上帝给他不给他 上帝不公平 哪有公平的 我反复强调 这个世界上从来不是公平的 上帝随着自己 不管是这个特别的恩典 一般恩典里面一样 上帝喜悦谁 就赐给谁这个 给他健康 给他财富 不一定隐情的人就能够成功 但是不隐情的人一定不会成功 为什么 上帝随着自己的喜悦 赐福给不同的人 有的人一辈子劳苦 普普通都平不凡 有的人上帝给他机会 他就顺风顺水的 努力了之后 就收过超过他所求的 那为什么这样 不公平 没有不公平 上帝随着自己的意思运作万事 除非你有一天你自己做上帝 你做了上帝也不一定公平 因为你总喜欢把好东西 给你与你关系亲近的人 听你话的人 这是人的本性 你做了上帝也这样 你去甚至你想报应那些 恨你的人 不听你话语的人 行事不合你心意的人 不都这样吗 那为什么我们有两套理论 两个标准 双重标准 自己活的时候A标准 评价上帝的时候 用B标准的 是不是 应该就有一贯性才是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到 这是序论部分 加尔文牧师就简单的去 提出了这样的教理的同时 谈到了两种意见 也一一的对这种错误的教导 提出了批判 然后他做了整体的批判 单独简单的评价 那两类了 然后做了整体的批判 第一点 他是透过伯伯岛的论证 提到了亚伯拉安的后裔和基督蒙 拣选的事实 他说到旧亚伯拉安的后裔来说 他们有什么可蒙拣选的呢 他们在哪些方面比其他的民族更优越呢 他们是最小的 人数也不是众多 上帝拣选亚伯拉安的时候 护照亚伯拉安的时候 亚伯拉安只是一家 虽然他带着他的侄儿和他的父亲出来了 但后来上帝应许是临到亚伯拉安 他和他不能生育的妻子 最后透过他俩产生什么 以撒 雅各 雅各生了十二个先祖 他们最后成为十二个支派 所以他们蒙招的时候 他们不是大族 他们蒙招的时候也不是敬钱人 他父亲是造偶像卖偶像的 他们住在也不敬钱的民当中 但是上帝就拣选了他们 那这个拣选完全是出乎上帝自己的意思 他乐意呼召谁 赐恩给谁就赐给谁 上帝在万民当中 揪出亚伯拉罕就应许祝福给他 所以拣选他们的因 这里面 加尔摩斯说 唯独在上帝自己的里面 究竟为什么呼召亚伯拉安不是别人 上帝知道 上帝里面有原因 不在于亚伯拉罕里面 不在于别的 上帝这么定义 上帝这么乐意 然后再就是我们看到基督也是 凭什么美德 他们至少应该有基督的榜样 作为严严的警戒 为什么呢 基督凭什么美德 甚至还在母府当中的时候 就成为众天使的元首神 独生子 天父 真相和荣耀呢 不是出于父的旨意吗 纵然基督道成肉身之前 他是永恒的道 圣子 三一上帝的第二位格 不是出于三一上帝的 创世之前的计划 他们之间的商定 商讨 筹划 决定的 让基督做中宝吗 然后在特定的时候 差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基督也顺从父的旨意 照着父的旨意 借着圣灵在同志女玛利亚 子宫里面取了人性吗 单就人性的这个基督来说 他比别人有什么长处呢 他却被立为众天使的元首 天父 他是天父的真相 荣耀 世界的光 义 我们的义和救恩呢 不都是父的旨意吗 当然基督和我们不同 基督他有资格 因为他是神嘛 但是强调这种做法 成为我们的 众天使的元首 成为上帝的独生子 这个独生子 不是指这个永恒当中 那个道 父和子 位格之间的观想 道成肉身之后 称他为我的儿子 我的爱子 然后借着他的肉身 他彰显出神本体的真相 看见我就是看见父了 他成为世界的光 他成为我们的公义 我们的圣洁 我们的救恩 为什么呢 都是父的旨意和计划 这是作为坚固的 不可动摇的两个论据 一个是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盟拣选 一个是基督盟拣选 做救主 做中宝 注意 不是指道成 不是指第二位格的圣子盟拣选 因为这个父和子之间 不存在拣选被拣选 关于三一上帝外在的工作 救赎计划里面 子被拣选 做中宝 子的第二位格圣子的存在 不是出于神的计划 这是我在神论里面讲的 不是出于神的计划 因为他是永恒的神 所以不可能在神的意志之后存在 他在永恒当中就以父 所以子的神性的存有 不是由父的旨意来决定 这里面是指他做中宝基督 第二也透过奥古斯丁的证言 奥古斯丁在这里面说到 在教会的元首身上 也就是基督 我们能够有神白白拣选的明镜 透过基督被拣选这件事情 让我明白神拣选的这个白白的恩典 免得肢体 作为肢体的我们 有任何的黄祸 即基督并不是因为行义的生活 而成为神的儿子 他成为神的儿子 乃是上帝白白赐给他 这伟大的尊荣 注意还是取分 不是作为三一上帝的 第二个位格的那个子 父子永恒的关系 而是作为道成肉身之后 这是我的爱子 我今日生你等等 这是上帝给他的尊荣 不是因为他先行了 然后你做我的儿子吧 那叫做上生基督论 原本是个普通的人 受洗的时候才被提升为神的儿子 这是近现代的一些错误的主张 上生基督论 所以奥古斯尼泰之说 不是完全是白白的神的伟大的尊荣旨意 以至于他后来也可以叫别人分享神给 上帝先赐福给他作为恩约的元首 作为教会的元首 所有与他联合的肢体 因这元首基督得到的福分而一同蒙福 这是三一上帝在永恒当中的这个救赎的计划 在历史当中实际的成就 来证明上帝拣选基督做中宝的这个事实 都在乎神的这些 圣经的证言 然后提到了保罗说 在创世之间拣选了我们 这个拣选肯定就不是出于我们 上帝拣选乃是因着基督 在基督里 他就在我们里面找不到任何蒙拣选的美德 我们有什么资格 他转向基督 拣选基督 在基督里拣选我们 好让我们这些蒙拣选的肢体 进入到基督与基督联合 与他的生命相交当中 领受这样的福气 因此让信徒以此理由为主 即我们在基督里承受数天的基因 是因为我们靠自己 是不可能达到那个境界和高度的 唯独靠着基督 在另出经文 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说 感谢父 要我们能够与正书图在光明中同德基 不叫我们在 那如果拣选是叫 在那叫我们配得不朽生命的神的恩典之前 那么我们在 神在我们里面能够找到什么 使我们被他拣选呢 上帝定义施恩给我们 拣选我们 不是在上帝定义施恩给我们之前 我们里面有什么资格 使他被 使他拣选我们 所以这个逻辑一定要注意 另一处经文更加清楚说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语 无语挟齿 由于爱我们 就按照自己所写的指 指一所写的预定 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没问 在时间之前 我们还不存在呢 上帝就拣选了我们 因此根本跟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什么长处短处 我们存在本身都不存在 所以我们也不可能具有任何 谋生拣选的辞职 神的美意与我们全部的功劳 作为对比 在我们可能有任何功劳之前 创世之前上帝拣选了我们 已经就消除了 以任何功劳的可能性 这是整体的序论部分 这是序论部分 谈到了预定论 受到质疑和挑战的两个观点 然后逐一的对这个两个观点 做出了批评 然后整体的又做出了回应 用亚伯拉罕的后裔和基督谋 简选的例子有利的论证了 简选的完全在乎神自己的旨意 然后又谈到了经文当中的论证 保罗的一些话 然后谈到简选完全不在乎 我们的资格 我们的功劳 完全在乎上帝的旨意 然后紧接着这是进入正论 本论 就是阐述圣经里面的预定教理 那这个部分是我根据 后面的几个小节里面 整理出来的 为了让大家理解 因为批判批判批判 各种论述很复杂 我直接就按照逻辑的顺序 整理出来了 那首先第一点 在这里面 加尔文牧师论述了 简选到底谁简选 当然答案是肯定的 神简选 三一上帝的圣父 简选 神简选 当然这里 神简选 经文是以福所述一章四到五节 就如神 在创立世界以前 这里面提到了神简选 主语是神 简选是动词 后面又一连串的话 预定 主语是神 然后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 也说到 不是你们简选了我 是我简选了你们 这是基督说的 然后罗马书九章十一节到十三节 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只是要显明 神简选人 神简选人的主语是神 然后神就对立拜教授 将来大调佛 要显明 神简选人 不在乎人的行为 在乎招人的主 招人的主 主 神 简选人 顾招人 在创世以前 预先被神知道的 这是谈到基督 基督在创世之前 预先被神知道的 我们刚才谈到了 基督的被简选 这不是指 祂同的道被简选 而是说作为中宝的基督 上帝计划他 用换句话说 上帝拣选他做中宝 这不是作为中宝里面 那个神格的 第二位格的圣子的存在的拣选 而说作为中宝职份 拣选他 定义让他去和被造物的 救赎的关系上 做中宝 是预先知道 预先知道 为什么知道 预先知道就是预先定下的 计划的 基督的拣选 那第二 主知道认识谁是属他的 他当然知道了 他预先拣选的人 他都知道 你在母府当中 我将你喂造 在你母府当中 我已经知道了你 你在母府当中 未成行之前 我就知道了 这怎么可能呢 我们人的经验 是这种存在 存在才能知道 因为我们的知识 很多是厚厌的 存在了 经验到了 我才能意识到他的存在 才能认识到他的存在 但是上帝说 你在母府当中 尚未成行之前 我就知道了你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拣选 按照神的旨意 先见 神的预定 指和先见 被教育人 这是基督的工作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筹算 照着上帝所计划的 那个永恒的筹算 在历史当中展开 基督照着父的旨意 被教 被卖 被定 被埋 从私立复活 定制 上帝的计划 上帝的预定 定下圣子 做中保基督 救赎选命 包括他的所有 实现救赎计划的 所有细节 被教育人 被卖 都在 父的旨意 神的计划里面 照父神的先见 被拣选 这些圣徒 是照着 不上帝的先见 这个先见 不是前面 我们所说的那种人 预先看见 他们会信 才拣选他们 而是照着 上帝自己的旨意 来拣选他们 这个后面我们会谈 所以拣选 是谁拣选呢 圣父上帝拣选 第二 拣选神呢 答案是 有两种 我们刚才提到了 第一个 中保的拣选 是拣选基督 拣选 圣子 做中保 这里面主要强调的是 选民的拣选 保罗称 他们为选民 那么很明显 他是向信徒说话 正像他不久之后 所做的宣告那样 因此 如果把这个名称 局限于传扶 传扬福音的时代 是完全扭曲了 这个教导 保罗当时对罗马教会的弟兄姊妹也好 对他的受信人讲也好 又谈到了我们是蒙神拣选的 那这个就不只是局限在那个时代 是指所有真正相信的人都是神所拣选的 是向所有的信徒 这个原理不只是局限在当时 所以在这里面 被拣选的对象神呢 是那些真信的人 当然在有行教会里面有真假掺杂 我们不晓得谁是假的 当然有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判断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当然这个信徒真正的标志也有 这里不是说不能区分 但是我们说 有行的教会里都是混合的 神所拣选的 因为神拣选谁我们不知道 我们透过果子和流露可以判断 以初步的判断 但是拣选这个事情我们不知道 在有行教会里有被拣选的 神的百姓 有被神遗弃的 伪善者也可能在教会里面混在一起 但是他们实际上是跟福音没有关系的人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看拣选的对象是选民 分明有一些人被拣选 有一些人被遗弃 那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呢 上帝为什么拣选他们呢 拣选他们 这里面说 创世以前在基督拣选的 使我们在他面前注意 我故意加黑了 拣选的目的 拣选神主语 拣选动词 这个目的修饰他 为了成为圣经 使他们 使这些被拣选的人成为圣经 不仅拣选了他们 具体借着福音呼召他们 借着基督使他们分别为圣 然后继续更新成圣他们 使他们不仅被称义 赦罪称义 而且让他们真的成为圣经 成圣 所以拣选的目的是让他们成为圣经 这是第一个目的 第二个目的就是 好让神的荣耀和恩典得到称赞 这些人发现自己不配被救 按照我们自己的实况 我们是罪人 我们没有任何功劳 但是上帝却因着他的怜悯和爱拣选 呼召了我们 让我们因着基督罪得圣免 能够有负于神的恩典 能够与上帝和好 能够承受神的产业 能够与基督一同得荣耀 有负于神荣耀的国 他们就称颂什么 感谢什么 发现自己的不配 蒙了这样的恩典 所以当然就感恩了 以感恩的心活在神的面前 以感恩的心忍受各样的苦难 以感恩的心甘愿被师之下跟随主 以感恩的心知道 你有永生之道 我们还跟随谁呢 以感恩的心知道 即便为福音的缘故受苦 我们这至然至清的苦楚 比起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就算不了什么 所以那些真信的人 没有复杂的 借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看出来 反而你在那些人身上 努力找努力找努力找 找不到他们信的证据的时候 这样的人我们要 虽然不能做终极判决 但是我们要画上标上 问好问好问好 他到底信不信 因此保罗也提醒我们 你们要自己查验 你们有没有信心 我们若有信心就不至于灭亡 不是被咒诅的 所以你的信要表现出来 借着什么 真实的信心的行为 出于信心的顺从 不是做作的伪装的 像圣诞树似的 树都是死的塑料的 砍伐的枝子 挂上这个水果 挂上灯泡 挂上都是死的东西 那是人工合成的 基督徒的生命不是那样的 是真的葡萄树 也枝子接在真葡萄树上 自然结出的真实的果子 所以信心不可能没有表现 总会证明的 你说我信 雅各说 那你拿出来给我看 真正的信心 一定会伴随着生活的表现 那我们的表现在哪里呢 怎么证明你是信 蒙拣选的呢 这个不是靠个人的主观的信念 我信 我相信神爱我 凭什么证明出来 你是蒙神所爱的 那些蒙神所爱的 一定会爱神 那些明白了神的爱的 怎么可能不爱上帝呢 那些明白父母养育之恩的人 怎么可能对父母那么冷漠 没有任何的表现呢 这个都是常识 对不对 和上帝的关系也一样 所以其实在这里面 我们看到 拣选他们成为圣洁 拣选他们的目的是 让他们原本不洁 让他们成为圣洁 这个逻辑关系是说 在拣选的时候 他们是不圣洁的 无论是他们实际的情况 他们的状态 还是他们实际的情况 都是这样 然后上帝拣选他们 在基督里拣选 透过基督救赎他们 然后才赦免他们罪 称他们为义 然后圣灵持续的更新 他们才实际的变得圣洁 然后最后与基督一同承受荣耀 这是拣选的目的 也就是说 上帝拣选他们时候 已经暗示了他们是没有资格的 他们不圣洁的 所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 根据他们的功劳 上帝才拣选他 这种幻想 这种编造 第四 拣选的原因是什么呢 前面那些人说 拣选他们是根据他们的行为 他信了 他行善了 所以上帝拣选他 预先看见 然后看他行恶 不信所以就拒绝他 那这种拣选 或者仪器都是被动的 针对先行的某种状况的 一种被动的回应而已 因此这个实际上没有意义 这根本说不说都一样 说了反而显得上帝没有能力 只是个被动的回 第二层面的一种反应而已 所以那种拣选 根本不是圣经当中的 那到底拣选的原因是什么呢 刚才我们简单提到了 拣选的原因不在于被拣选人的里面 也不在上帝自身之外 乃是在于上帝自己里面 就是上帝喜悦的旨意 圣经里面提到两类 第一是上帝喜悦的旨意 还有就是爱 上帝在创立世界 在基督律节日的时候 我们成为圣经五有瑕疵 又因爱我们 因为神的爱 然后按着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上帝拣选我们 不是因为我们预先看见我们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他从来不根据那个原因来拣选吗 是基于他自己的旨意 简单的说上帝的意志 上帝要做什么就做什么 我很喜欢那个葡萄园的那个比喻 我的东西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看见我做好人就眼红吗 这是葡萄园主人的权利 自己的财产 该给你的给你的给他多给 那个跟你没关系 我愿意给我给他 当然给的背后一是主人的意愿 主人的意志他想给 第二还有就是这种给的动机是出于主人的怜悯 或者是慈悲或者说爱 都一样照着他喜悦的 他的意志 他拣选 也因为他爱我们 他爱是他定义爱我们 我们不值得爱 他决定爱我们 所以我们成了蒙爱的人 简单的说 神的拣选完全在乎他自己的意志 他喜欢这么做 他定义这么做 他决定爱我们 让我们成为他爱的对象 所以我们才被拣选 因此上帝的拣选完全不根据我们的条件 预先看见我们什么德行等等 预定我们借着儿子得名分 注意这里面谈的是预定我们承受永生 当谈到一切的事情的时候 跟预定德永生 简选有些不同 简选是根据什么呢 上帝的旨意 上帝的意志 上帝定义的爱 他愿意施恩给我们的灵 在一团泥里面 用一团做成荣耀的器皿 这是匠人的意愿 但是同时在另一个 同一个团里面 他又用这个一块泥做成个卑贱的器皿 这是匠人的意志意愿 他自己所喜欢的 愿怎么就搞怎么搞 但是这里面只是强调上帝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定义和奔跑 那另一方面呢 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说 神简选一气人呢 是是谈到上帝 简选是爱 强调爱啊 但是一气呢 强调公义 上帝定义 让那些罪人 在自己的罪中 接受上帝公义的刑法 不施恩给他们 不救他们 这是一气和 简选的差别 当然我们今天教导预定论的时候 最终极是在乎神的旨意 但是我们教导的时候 搞不好就搞成了 好像上帝 那种 本身这个教义就很难嘛 那搞不好就搞成 好像上帝就是毫无理由的 就把人给 弄到地狱里 那个感觉 其实不是的 对于那些被遗弃的人 更多的是神的公义 照着他们的恶 上帝定义不施恩给他们 没有保守他们 然后也没有有效的呼召他们 任凭 扮任 照着他们的罪去刑法他们 上帝喜悦给谁就给谁 没有施恩给他们 就定义要按照公义去刑法他们 所以在这里 蒙拣选 不是讲一切 蒙拣选是照护着上帝 所喜悦的旨意 或者说他喜悦 让我们成为他蒙爱的对象 定义要爱我们 以夫所书一章九解说 都照着他自己的美意 照着他自己所喜悦的旨意 谈到拣选预定的时候 都谈到终极原因是 根本原因是上帝自己的里面 他的美意 他的旨意 因他对摩西说 我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戴谁 就恩戴谁 我要 上帝的意志 我要 就 我要 就 要怜悯谁 就怜悯谁 要恩戴谁 就是我因这做好事 你就眼红吗 我的东西 岂不照着我的意思去用吗 一致的 一致的 罗马书9章15节和马太福音里面 所讲到的这个葡萄园的比喻的教导是一致的 那拣选的场所是什么 这里面我们看到在基督里 以赴所书一章四节到五节重复出现 上帝在创世之前拣选在哪里呢 在基督里拣选 那基督被称为在创世以前就被先知 预先知道的 上帝就预先定下基督做忠保 做救主 来拯救他的选民 让选民与基督联合 然后在基督里承受上帝要赐福给他们的恩典 罪得赦免 被称义 甚至 上儿子的名分产业等等 所以你发现上帝拣选我们基于他自己的意志 在基督里 透过基督 借着基督 根本不在我们身上 不是因为我们怎么样 那拣选的时间 其实内容很多 我就简略的 因为这个内容比较多 我就简略的提到经典的步伐 书大家可以读 然后我把核心的内容整理出来 那第六 简选的时间在哪 是在创世之前 括号 善恶未做出来之前 以夫所书一章四解到五解 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 上帝在创立世界之前 万有都不存在 你我也不存在 亚当也不存在 地球也不存在 什么都不存在 上帝在永恒当中 他计划的时候 拣选吗 所以提到拣选 从来不是人堕落之后拣选 我们今天教会说 感谢主上帝拣选你 我们说的拣选是 你信主了 OK 上帝拣选了你 圣经讲的拣选 不是在时间里面的拣选 是在永恒当中 上帝在创世之前 人都不存在 善恶也不存在 所以把所有可能建立在我们自身里面 原因作为上帝拣选的原因的 这样的主张都直接魂飞破散 魂飞破散 没有立足的根之地 所有的神拣选我们 不是根据我们的存在和存在的状态和行为功劳 没有我们不存在 之前行为都没有的 那雅各和 以扫被拣选的时候 这个更明显 保罗在谈到这个时候 双子还没有生下来 两个孩子 以撒怀的 他的妻子怀的两个孩子 以扫和雅各吗 还没生出来的时候 没生出来就没有什么行为表现 善和恶都没有表现出来 你说大卫在母府当中就有了罪 那他俩都有罪 那他俩都应该灭亡 对不对 这里面善恶个体的差异性还没有表现出来 只要显明上帝拣选人的旨意 不在乎人的行为 只在乎招他的主 神就对利百加说 大的要服侍小的 在马拉基书里面说 雅各是我所爱的 以扫是我所恶的 上帝定义拣选雅各 他成为施恩的对象 却一气以扫 所以这两个孩子没出生了 跟行为没关系 再次证明那些认为神拣选第一种错误 认为拣选是根据人的善恶 善恶还没做出来 神就拣选了 不是预制 强调拣选在乎 拣选的人的意志 不在乎被拣选人的行为 已经强调了这么清楚的经文 他们却读不到吗 当一个人被某种执念抓住的时候 不是被整权的真理抓住的时候 圣经当中很多明显的真理也被忽视 这是人的弱点 这普遍犯错误的时候都会发现 所以我们宗教改革家们所主张的不仅是唯独圣经 还要讲调整本圣经 全部圣经 圣经也要全面的读 不能喜欢只是读那个红字的 我天天背那些我画字的 那个没有背话的部分里面 仍然是很重要的 全背的真理的一部分 所以人不能只看局部 其实也反驳了第二种观念 第二种 为什么神这样 神不那样 不公平 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 上帝是主造物主 他喜悦怎么做就怎么做 当然你说上帝不公平吗 这个不是公平的问题 特别是拣选的 他拣选某些人 是在最终让他们成为蒙恩的对象 一弃了一些人 他不施恩给那些人 让他们在自己的罪中 承受自己公义 彰显他的愤怒 罗马书一章里说 在那些蒙礼敏的身上 彰显他的慈爱 在那些愤怒的器皿上 彰显他的荣耀 都是荣耀 一种是蒙爱的荣耀 一个是公义的荣耀 这是上帝的旨意 谁能说这有什么不公平呢 按照公平来说 那些遭愤怒的是罪有应得 为什么 他们是罪人嘛 上帝定义让我成为罪 No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成为罪人是我们咎由自取 从来不是因为上帝 让我们跌倒的 对不对 亚当 分明上帝说 不可吃 吃的必定死 他听懂了 听懂了 上帝造他了 能听懂自己讲话的 那样的存在 故意犯罪 所以罪有应得 那在亚当里面 所有的后遗都成为罪人 罪人接受上帝的审判 有什么冤枉的 好像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的样子 罪人承受罪的刑罚有什么喊冤的 还谈什么公平不公平 当你试着跟神讲公平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资格在神的面前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 那意思你就是已经成为圣洁的人了 所以按照神的公义和公平 你应该承受永生 但问题是我们没有那种完美的生活 当你跟神说公平的时候 意思就是上帝你咒诅我吧 按照你公义的判断标准来判断判断我 按照神公义的标准 一审核我们是次品 是伪劣产品 是不合格的 应该回炉的 应该丢在成为淘汰的那样的 还不能成为那种高仿的 什么微弱的瑕疵 是完全废弃不能用的 那我们怎么有底气在神的面前讲公平呢 对不对 其实都是不认识自己的一种表现 不公平 哪有什么不公平 按照公平的话你应该下地狱 我们有资格谈公平的时候再谈 没有资格的时候叫默默无声 哈利利亚感谢主 你的判断成在意在 你所行的尽动诚实 尽动公义没有不公平 我这样的罪人 接受下地狱的判定是理所当然的 神是理所应该称颂的 对不对 扳过来那些蒙怜悯的人 莉利亚感谢主 愿尊贵荣耀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高仰 把皇冠摘下来献给高仰 为什么 不配得的 我们是何等的罪人 蒙了这样的恩典 都是因为神的怜悯 高仰的功劳 就我们个人没有任何夸口的 对不对 包括神保守的恩典 能够在试炼当中站立得住 都是神的恩典 这是有真理的人讲的话 一种是有真理 知道自己蒙恩不配 贵荣耀个神 另一种有真理 知道自己的德行 遭受这样的公义审判是应该的 所以没有什么辩解的 神是 你这样的判断是成灾 异灾 我遭遇这样的事实 你是公义的 只有那些在黑暗里面 自以为是的骄傲的人 才质疑上帝 什么不公平 好像自己好像有点资格 跟上帝讲公平似的 最后 其实他举了实力的例证 就是雅各和以扫的这个例证 然后谈到了他俩 为什么雅各以扫 雅各蒙拣选以扫被遗弃呢 实际上他俩处在相同的状况当中 为什么 都在母府当中 都没有生出来 都没有表现出善恶 因此他俩处的起跑线是一样的 都是亚当的后裔 都是罪人 都是应该灭亡的 没有什么义可讲 功劳就更没有什么了 双子还没生下来 善恶还没有做出来 在母府当中 他俩都一样 还没有道德的取分善恶 实际行出来 我们说的本罪 或者自己的功劳行出善 都是亚当的后裔 都是在罪的污染和咒诅的情况下 你说他俩有什么可以谈公平 有什么资格谈功劳呢 按功劳来说 没有功劳 行为没有 善也没有 虽然行为上的恶没有 但是种子已经败坏了 亚当的后裔 在咒诅和污染的状态下 被灭是理所当然的 没有资格 然后也不在乎人的行为 在同样的情况下 在罪的里面 没有功劳的里面 所以上帝拣选他们 就根本不在乎他们 有没有功劳 完全在乎招他主的意思 不在乎行为 哪有招他主的行为 其实亚各和以扫的例子 已经作为铁证一样 来说明拣选的这个概念 拣选这个教理 这样我们怎么说呢 难道神不公义吗 绝对不合 因为摩西多士 要人怜悯谁就怜悯谁 恩待谁就恩待谁 据此看来 不在乎那定义的 不在乎那奔跑的 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努力 我们的决定 我们的打算 只在乎发怜悯的神 拣不拣选 不是我们的功劳 我们先做了什么 而是在乎神的怜悯 神的旨意 经商对法老说 我将你兴起来 要在你身上 特要彰显我的权能 为要使我的名传美地 由此看来 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 要叫谁刚愿 就使谁刚应 上帝的意思很重要 大的要服侍小的 雅各是我所爱的 伊斯堡是我所悟的 上帝拣选了雅各 然后最后谈到了 以色列和余数的问题 也就是说 这里面谈到了一般的拣选 有的人困惑 为什么上帝拣选 以色列百姓却失败了 不是以色列全家都得救 毕竟是以色列人当中的 余数少数人得救吗 为什么这样呢 上帝的拣选是不是失败了 这里面处理一般的拣选 和特殊的拣选 虽然以色列整个民族 作为上帝拣选的对象 但是这是一般的拣选 用现代的话说 上帝呼召以色列百姓 这是外在的呼召 对应的就是教会 进入到教会里面 无论是你的教会 什么几十人 几百人 几千人几万人 进入到有形教会 这是外在的呼召 外在的呼召是 这些人表面上是回应了福音 进入到教会 我们称他为信徒 但是你说 为什么将来有一天 教会里两百人 结果就进天国的 就95个人 或者是更少 是一般性的拣选 民族性的拣选 国家性的拣选 是拣选了他们国家 但是还有一种特殊的拣选 就是在亚伯拉罕的儿子 以撒和以色玛利身上 显明了这个 以色玛利不是 为什么 他是亚伯拉罕的肉体的孩子 跟撒来的十女生的 亚伯拉罕的血肉子女 上帝所应许说 要拣选的他的后裔 不是亚伯拉罕天然的血肉的儿女 是应许的儿女 是信心的儿女 所以有两种拣选 上帝在历史当中 拣选了以色列人 这是肉体的亚伯拉罕的后裔 还有一个拣选 那些亚伯拉罕后裔当中的少数 真正应许的 有信心的人 这才是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 我们也是包括在这里 我们虽然不是亚伯拉罕肉体的后裔 但是因着信就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 承受一同与他的后裔承受这个产业 是信心的属灵的后裔 跟亚伯拉罕拥有一样的信 所以你就发现上帝的拣选有两类 外在的拣选 民族性的拣选 和特殊的拣选 救恩的属灵的拣选 这不是矛盾 不是相冲的 所以加尔文牧师也谈到了这个教会的名称 有形的教会里面什么天主教 然后他们自称这个教会等等 但是教会里面也有真百姓和不是真百姓的 今天我们的教会一样 外在的有形的教会是混合的 真信和假信都混在一起 我们不是刻意刻意要定谁是真的真是假的 但现实就这样 有的教会可能百分之来都是真信徒 这种情况当然宝贵 但有的教会可能是真信徒少一点 假信徒多一点 那假的人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假的 是这种现实 所以只有神知道他拣选的是谁 当然圣经也给我们不仅是教会的标志 还有真信徒的标志 真信徒的标志是听主的话 持守神的圣灵 包括在患难当中忍耐持守神的道 这都是真信徒的标志 包括什么实践这种真正的基督的爱 那你要看这个人是不是真信徒 他听不听主的话 主的样子听主的声音 他遵守不遵守神的道 文字的道和圣灵的道 明明有机会遵守圣灵 他却藐视 当然你要是陷在某种什么淫乱奸淫里面 你就不要恬不知耻的去领受圣餐 自己悔改脱离那种罪了才能领受圣餐 一方面在那种罪里生活 你要领受才能自己吃喝自己的罪 无缘无故藐视圣餐的 这个都是很危险的 当然有大家可能是 有些是无知 传统教会里面也没有告诉你 这个圣灵的重要性 我们接受的教导 只要我告白了 心里相信接待耶稣 约翰福音一章十二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背两节经文 对耶稣一无所知 亲爱的主 求你记住到我心里 阿们哈利利亚 我就成为神的儿女 属灵四律 那种三脚猫的福音方式 教导出来的信徒 就以为自己已经得救了 然后一辈子只背两节经文 就知道自己是神的儿女了 除此之外一无所知 对福音一无所知 对基督徒的本分一无所知 对自己的主都不认识 对自己如何得救 福音如何 在我里面做工都不知道 这种人 我不敢保证 所有的这种人都不得救 有的人就单纯的信息得救了 但是很多人 其实对福音无知 不知道所信是什么 这个是很危险的 然后自以为是 还以为自己是信徒 他们的信是既没有知识上的确据 又没有实际的证据 没有办法查验的 都是在那种灰色地带 需要画问号待定的这种状态 然后自己却拥有一万幅的这种 这种庞大的这种 电力能量 去独信不移地相信自己是神的儿民 他们从来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信徒 这种很危险 真信徒常常反省自己 假信徒却独信不移地相信自己是真信徒 这种张力 所以有的时候人怀疑自己是好的 怀疑才能够发现真的 真实地看自己 然后一股脑地从来没有怀疑自己 是不是真信徒的时候 连自己致命的问题都不知道 当今的本分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背几个简单的口诀 自己就认为自己是信徒 圣经什么时候告诉我们是那样的 你管看什么心里相信口里承认 前提是心里相信 对不对 你心里真信吗 信什么 虽然我们不能说把整个什么 基督教纲药 基督教药都背了 什么伯克夫 什么赫志 什么这个巴文克的这个四卷的 包括这个图伦丁的这个 这些巨著都背下来 你才能得救 但是至少救恩的知识 你应该有吧 主因的知识你应该有吧 广知道耶稣的名字 耶稣里面内涵和工作 为格什么做工 信 直到信 这个信又被约化成我的信念 我相信我的意志 信是比起我的意志 更重要的前提是知识 你信什么 信谁 没有这种基本的知识 然后自己认为自己得救 这种虚假的信心 在宗教改革之后 在宗教改革之前都有 在今天的教会更多 所以保罗一直处理 福音的内容是什么 但是你看普通书信往后 包括保罗晚一点的书信 就开始确认你到底信什么 你要查询你自己如何信 普通书信 一般书信或者共同书信里面 去强调你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用那种圣洁的生活来证明 分别为圣的生活 证明你的信 雅各书也一样 最明显 那种没有被证明的信 都是一厢情愿的自信 所以你说你信上帝 你有没有对神的爱 你说你信上帝 你有没有对神的敬畏 你敬畏上帝 你敬畏在哪 你表现的敬畏在哪里 你这样做决定 这么清清乎乎的 随意的对待上帝 自豪没有敬畏之心 你凭什么证明 你说你敬畏上帝 你爱上帝 你连对上帝的任何代价 都不愿付出 你任何委身 你在金钱上 你在行为上 在时间上 在经历上 你的生活当中 没有丝毫的证据 证明你是爱上帝 敬畏上帝的 然后你说你信 你自己以为你敬畏上帝 爱上帝 这都是自欺欺人的 今天那种泛福音的流行的 主流的教导 已经把福音降低到 上帝圣洁的标准 降低到人 那个差不多 人的那个水平了 上帝都知道我们软弱 上帝照着我的 原样接纳我 福音就呼召你 就呼召你 让你在泥水里面 你原来那个状态 继续在那里满足 上帝就把称义的标准 直接贴在一个 在泥水里面 打滚的罪人身上 谁告诉你啊 违改信福音 福音要招一个罪人 到圣洁 不是一个罪人 仍然奔跑着 放荡无度的 自我中心的生活 上帝就撵着他 给他贴个标签 你被称义了 宣布无罪释放 你就是神的儿女了 然后他继续开着车 狂奔在自私自我中心的 那种生活的道路上 根本上帝的旨意 引导 根本不跟着 他奔跑自己 喜悦的道路 那你就说 我是得救的基督徒 那种应许 在圣经里 是找不到根据的 从旧约到新约都找不到 所以那种拣选 一种是外在的拣选 对于今天来说 我来到教会 这是外在的 上帝呼召你 好像来教会了 但是内在的 特殊的拣选 是那些真正 相信神的话 顺从神的话 在生活当中 结住果子 过 行事为人 与蒙昭灯相处 至少他们努力的 尽心尽心尽力 爱神 敬畏神的那种 内在的态度和外在的表现 证明他们是 蒙恩的 蒙呼召的百姓 无花果树 叶子长出来的时候 果子就会长出来 是吧 其他的是先开花 落了以后结果子 无花果树是叶子和果子一起长 有叶子茂盛 没有果子 这个树就有病嘛 对不对 不正常 违背造它的这种植物的特性 所以被咒住嘛 耶稣是脾气不好 有点便宜没赚着 就发火 就乱咒住人 是那样的吗 因为那个植物 它违背了造物主的旨意 有叶子就应该有果子 又不是收获的日子 如果收获了 就果子都被摘走了 没有是理所当然的 应该有果子 却没有果子 它就违背了造物主 给它作为无花果树的本分 背它被咒住 暗指以色列百姓 蒙拣选就应该结果子 但它没有结果子 那这只是说 无花果树和以色列吗 不是说今天的基督徒吗 所以加尔文牧师和圣经里面 处理拣选和预定的教理 不是谈论抽象的 行而上的 是非常具体的 我们这些得救的人 三卷里谈到救恩论最后的部分 才谈到我们救恩的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 称义里面已经谈到了 人的生活不是功劳 称义是因为上帝的恩典 我们的行为根本不是称义的资格 然后最后谈到预定和拣选的问题 处理这种救恩 最终的根源是在乎上帝的恩典 在乎上帝的拣选 所以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 以色列的民族性的拣选 在历史当中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他们不是都是属天的 应许的儿女 中间有少数人 以利亚时代的七千人一样 贝鲁归回之后少数人归回 那归回里面的人 又有一部分少数人是真正的神的百姓 仍然坚信神的应许的 敬畏神 持守神的道德 在那个时代里面 存着信心和盼望去生活的人 雅各和伊扫 两者都是亚巴兰的子孙 两者同时怀孕 上帝却对着这两个相同的人 同样处境的人 对一个人说是拣选的 另一个是仪器的 当然后来我们看到 不光是神单方面的拣选 和仪器的问题 而且伊扫他自己也证明了 他是没有信心承受神的应许的 他藐视了长子的名分 所以他实际上 他也有自己的责任 简而言之保罗概括的指出 这两种人一种是包含了 亚巴拉罕全部的后裔 这是一般的拣选 另一种是从其中分别出来的 这些人虽然不为人知 却在神的眼中 上帝知道谁是属他的人 那在普遍的收养 这个普遍的呼召和拣选的里面 以色列百姓整个民族都是对象 但是其中也包含着那些特殊的恩典 上帝特殊拣选的人 好像他们是神更加圣洁的宝藏一样 并且这共有职约 并不能阻止 就是这些信 这些一般呼召的人 好像与以色列整个亚巴拉罕后裔立约了 但实际真正享受那个约的果效的人 是那些真正特殊拣选 特殊呼召的人 他们才有信心去实际的信那个约 享受那个约 敬入那个约 上帝对一个人施怜悯 对另一个人则不施怜悯 完全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和美意 当恳求的人得到奖赏赏的怜悯的时候 虽然他确实没有遭到拒绝 然而不能说他的恳求是在恩宠之前 因为他的恳求 所以他谋恩了 不是这样 因为上帝恩待他 所以他的恳求得到了应答 就他恳求 之前上帝有应许 再也就是 就他单纯的恳求来说 他没有资格获得这个怜悯 但是上帝定义诗恩给他 所以应答他 或者说他恳求部分的获得恩宠 因为神说恩宠的全部功劳 全是在乎他自己 乐意恩待谁就恩待谁 不在乎定义和奔跑 当然这一点我们要补充 预定的教理是在处理我们 救恩的根源的问题 预定的教理不是说让我们坦平 好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就懒散 啊 既然上帝一切都定了 然后我们就不用努力了 反正是在乎施恩怜悯的神 所以我今天不爱神 因为上帝没有给我爱他的心 搞错了啊 我多次强调 这是错误的使用预定论 在预定的教理 在恰当的范围里面去讨论 预定的教理 圣经在谈 救恩的根源的时候 是强调神的预定和拣选 因此我们好将荣耀感谢归给他 那么既然蒙了这样的恩典的人 岂能懒散的去过生活呢 不可以的 明白了上帝拣选的恩典的人 经历上帝救恩的人 怎么能会过懒散的生活呢 圣经里面无数的教导 告诉我们不要忘恩负义 知恩感恩报恩 当今的本分 辅音性的劝密和教导 那都是我们当做的 所以预定论不能随便 无所不在的去运用预定论 那都是无知的人 不懂预定的教导的范围 和该在哪个位置去用 罗马书是在救恩论的部分 在讲预定论 然后加尔文牧师 也受罗马书的影响 在讲到救恩论的时候 在处理预定论 救恩的最终根源是谁 不要为了避免犹太人的 骄傲和自义 所以提到他们拣选 不是因为他们 那谈到我们基督徒的 蒙恩的最根本原因 不在乎我们 谈到了一切的生活教导 之后最后谈到了 这个预定的问题 就免得我们骄傲 最终将荣耀归给什么 这是讲预定论的目的 结果我们把它乱用 在自己懒惰的事情上 去用预定论麻痹自己的心 该悔改的地方 用预定论去麻痹自己的心 让自己本应该懊悔的 却不懊悔 这不自己去灭亡吗 一个是神经上的错乱 乱用教理 另一个可能在证明 你自己不是谋恩的对象 不然怎么那么 无耻的滥用教理呢 那么多清楚的上帝告诉我们 当尽的本分 我们去忽视 去用这个深奥的预定的教理 这样无耻的滥用 用在自己的身上来 麻痹自己的良心 良心已经证实自己应该怎么样 但是去用这样的错误 运用教理去说服自己 那不在自己证明自己是 没有亮光 没有恩典 没有真理 被弃绝的人吗 不然的话 有什么道理可以说明 我们这种混乱的 乱用的原因呢 真正有上帝福音恩赵的人 他是竭力要讨神喜悦的 是有趋光性 趋圣洁性 趋完全性 竭力爱神 又对神有敬畏之心的 这是基督徒新生命的本性 但是那些恬不知耻 乱用教理的人 为自己的罪恶 去说服自己 继续在懒惰当中 过安淑的生活的人 我们要重重的话上 问号和感叹号 这些人到底有没有恩典 他们口中所谈的教理 是不是真正他们蒙恩的证据 所以要注意 预定的教理不能滥用 圣经里面谈 是谈到最终 罗马书十一章三十六节 本于他 靠着他 为着他 归于他 所以荣耀归给神 预定的教理 是让我们谦卑和感恩 归于荣耀给神 不是让我们少无赖 懒惰 放纵 好 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最后总结 我们 结局一段 原不能概括全部 但是可以表达一个核心的内容 我们的天赋 这是拣选的主体 在亚当全部的会议当中 我们被拣选的状态 虽然拣选的这个事情是在创世之前 但上帝拣选的逻辑里面 是在我们是罪人的前提下 拣选我们 注意 我们还没犯罪 但上帝拣选了 但是在他的计划的这个里面 设计的里面 是在我们在罪人的状态下 拣选我们 找不到任 因此找不到任何蒙拣选的没有 因为我们都是该死该灭亡的罪人 所以他在我们里面找不到理由 他就设立中保基督 让基督的功劳 在基督里面拣选我们 好让我们借着基督 进入到基督的生命的交通和联合里面 成为配蒙恩的对象 上帝拣选的动机是他的旨意 他的美意 他的自由 他的主权 他的爱 但是他却设立了一个处理 不公的这个环节 就是在基督里拣选 借着基督的功劳 让我们与基督联合 使我们因着基督 可以配受基督的恩典 就解决了这个不公义的问题 因此让信徒以此理由为足 即我们在基督里得承受属天的基因 是因为我们靠自己 不能达到这样无量的高度 我们靠自己是永远不可能高攀不起的 无法高攀的永远达不到的 所以是靠着基督的功劳 我们得以承受基督的产业 这是上帝的智慧 这是上帝的能力 所以每一个圣徒应该明白这一点的时候 将最深的感叹 敬畏 荣耀 送在归给他 以敬虔的生活 竭力的奔跑天路 来回报上帝拣选之恩 不然的话 我们就成为所谓的忘恩负义的人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